不再是这个实体蛋有问题 包含现在的叶蛋也出现了问题 国民党的立委参选人游淑慧 今天在脸书发文说 他说根据续产会提供的资料 巴西蛋的第一大买家 就是晴义蛋品 大家都知道晴义蛋品 是台湾市场蛋的龙头厂商 他们是以好蛋自居 推出的机能蛋 叶黄素蛋 这个价格都比较高的盒装蛋 而且呢 晴义蛋品呢 日前才发声明说 他们家的鸡蛋来源 百分之百都是国产蛋 他认为很难相信 这样的大公司声明券是有问题的 尤之卫表示 一直上网呢 反复去查询 有没有第二家同名叫做晴义的蛋品 最后他强调 从续产会的资料发现 晴义从6月到9月呢 医院也陆续买了16685箱 高达600万颗的巴西蛋 比台农还要来得多 所以他想请问的是 这600万颗的蛋 目前的流向到底在哪里呢 有没有混蛋上架 自己已经向台北市卫生局要求 必须要好好地查清楚 只是随着续产会陆续解密 台湾这蛋的风暴 食安风暴 好像才正要开始而已 民众党立院党团呢 今天就限期农业部的官员 今天要向民众党团来报告 而民众党团事后转述 说农业部的畜牧司司长张经纬 向党团报告时表示呢 业者自行进口之后 进口量失控 而且效期不同 加上冷链保存不大 才会导致大量过期 并表示 这一次的销毁基带是 农业部思虑不够严谨 资讯掌握得不够充足